在娱乐圈,穷女郎的数量还是有不少的,而且每个人都是穷瑶精心挑选出来的,个个都有气质,而且长相上清纯亮地,非常适合出演穷瑶剧。 在众多穷女郎当中,陈红就是公认的最美穷女郎,还被誉为国内最美的女演员,她在剧中的每一个造型都总能让观众眼前一亮,但陈红结婚后就从荧幕上渐渐退下来了,生活都被家庭和孩子给包围了,观众就不能在电视上看到她美丽的容颜了。 其实,陈红嫁给陈凯歌,一开始也是饱受了不少流言蜚语的,很多人都批评她插手陈凯歌与倪平的恋情,她年轻实说话不注意,还讽刺倪平长得老,陈红年轻实言之的确不输倪平,又比倪平年轻,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,倪平的确是苍老了不少,但陈红也并没有保养得多好,虽然看上去气质还不错,但退出演艺圈多年的她,穿着也很普通随意, 没有刻意的打扮,陈红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年轻好看,也是正常的事情,因为她现在也已经五十岁了,脸上的皮肤,皱纹都能看出她的真实年龄,同样是年近五十的许晴,现在还身处娱乐圈拍戏的她,自然要比其他人更主重打扮了,许晴无论容貌,身材,或是穿衣打扮上,都要比陈红年轻化好多了。 陈红除了感情尚比许晴幸福美满外,在颜值上她还是不能和许晴比的,陈红虽然是老了,但她还有两个儿子,而且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为小伙子了,其中小儿子陈飞宇今年才十八岁,长相非常帅气清秀,天生一张偶像脸,而且她已经拍了几部电影,例如《秘果江夜》,虽然演技表演上还有很多不足。 。